现金殖利率是台湾人非常重视的部分,其中又以高殖利率的防御型股票最受到投资人的欢迎。 不过,配发高殖利率的公司,就一定比较好吗? 现金股利及股票股利究竟哪个比较好呢? 而股利又是从汉而来的呢? 想透过零股息获得额外的收益的你,千万别错过接下来的内容。 嗨大家好,我们是口袋小学堂的制作团队。 从零开始一步步教你基本投资概念,学习正确的投资观念与知识后, 你也可以迎接自己未来的理想生活。 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现金殖利率,殖利率是什么? 首先,让我们先来了解什么是殖利率。 殖利率在本质上严格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大, 因为在配息之后,公司的资产也会随之下降。 因此配息这件事,其实是把公司的闲置资金转而分配到股东的口袋。 不过在实物上,一家公司能够长期维持稳定, 并高于市场平均的股力水准, 表示该公司的股价往往会比其他经营情况相近的公司还要高, 而股价波动度也就会比较低一些。 另外,当公司宣告其比市场预期还要高的股力水准时, 股价会上涨,反之则会下跌。 而当公司经营情况良好,大盘的走势也偏多, 则有可能很快就填全息。 也就是说,无论我们手上的股票一样多或更多, 股价持平或更高,我们都已经多领到一笔股力了。 因此,我们应该把高殖利率视为正面的投资讯号, 除了殖利率高于平均是正面讯号以外, 其稳定度也是很重要的考量。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当某家公司的殖利率冲到非常高, 但股力水准却没有比以往高, 有可能是因为该公司股价大幅下跌所致。 此时投资人就必须特别留意, 该公司是不是在基本面或财务面有重大改变, 才会造成股价大幅下跌, 从而造成殖利率很高的假象。 做了财务安全筛选后,才可以放心买进。 现金殖利率是什么? 殖利率在投资股票尤其是出权希望计时, 会是一个投资人特别关注的部分。 举例来说,如果一家上市公司股价是100元, 即将配息3元,它的殖利率即为3%, 通常当现金殖利率大于40%, 就会称为高殖利率。 长期持有股票的投资人, 常用现金殖利率来衡量一间公司目前的股价贵不贵, 值不值得买进来每年领取股利。 在买入后好几年内都不会有卖出的动作, 所以不太在意股价, 最在意的是每年能够配多少现金股利。 关注长期现金殖利率表现。 大家应该常常能在新闻或报章杂志上 看到许多高殖利率股票的清单, 探着那些远高于定存利率的高现金殖利率股票, 相信难免会让人心动。 但实际上殖利率的计算是以当年度配发的现金股利, 除以每股股价, 所以就算现金股利没变, 但股价一路下跌, 那么现金殖利率也会向上攀升。 投资人必须特别注意这类型股票, 毕竟股价下跌必有因, 可能是公司竞争力下降或 所处产业遭遇系统性问题等等。 而其中又应该以殖利率突然飙高, 且高于该公司历史平均值的标的, 更需要关注其突然飙高原因的部分, 以避免踩雷。 关注公司财务状况及现金配发的稳定性 公司在现金股利分配的多寡上通常是由公司董事会做决定, 所以说就算公司每年赚的钱都差不多, 在股利配发上仍有可能天差地远, 不过公司配发的股利越多就越好吗? 其实也不一定, 我们可以从现金股利的配发率来了解其中的一些细节。 通常来说, 配发率高的公司, 可以说明其在未来几年内并没有重大的资本支出或营运资金的需求, 所以选择将赚到的钱回馈给股东。 这类型的公司通常属于成熟型公司, 经营状况稳定。 反之, 配发率低的公司, 代表着其认为未来会有较大的资金需求, 可能是扩产, 又或者是并购等, 因此需要多留些资金在公司。 观察一间公司过往股利的历史配发状况相当重要, 因为有些公司会为了炒股价, 而故意在单年度发放较高的现金股利来充高现金值利率。 如果投资人发现公司当年度赚的并没有比较多, 却发放远高于过往的现金股利时, 就需要提高警觉。 这不一定会是个好现象, 重点是有长久且稳定的配息。 现金股利是什么? 该如何计算? 现金股利的部分前面有稍微提过, 简单来说就是公司将部分利润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股东, 推想成是公司年末分红的感觉。 所以理论上来说, 当公司赚得越多, 那么现金股利也会跟着变多, 而这种股利是目前台股最常见的一种形式。 不过实际上, 现金股利的发放情况仍会受到相当多因素影响, 所以并不是发越多现金股利或值利率就一定是好公司。 在依据值利率来投资前, 投资人仍需特别留意其他部分。 现金股利计算方式与对股价影响 现金股利计算方式相当单纯, 举例来说, 如果某公司宣布今年发放三块现金股利, 则代表股东每持有一股就会获得三块现金, 因此持有一张股票的投资人代表当年可以领到3000块现金股利。 而当公司发放现金股利时, 投资人会收到现金股息, 并且经过除息后, 股价会调整为 除息前股价减去现金股利等于除息后股价。 举例来说, 如果台积电目前的股价为500元, 并且决定要发10元的现金股利, 则拥有一股的股东会拿到10元的股息, 而除息后的股票价格则会变为500减10等于490元。 从名字就可以看出, 现金股利是以现金回馈, 那么股票股利就是以股票的形式回馈给股东。 那为什么会需要以股票的形式回馈股东呢? 一间公司会决定以股票股利作为回馈, 通常是因为公司想要保留现金, 在未来能够拿来用于其他营运相关的投资。 在了解股票股利的计算方式前, 必须先理解什么是股票面额, 基本上无论是高价股或是低价股, 股票面额皆为10块, 而股票股利也是以面额为基础进行计算。 股票股利计算公式与股价影响 股票股利不是以现金的形式发放, 而是通过增加股份来进行发放。 经过除权后, 股价的调整公式为 除权前股价除以一加配股率, 等于除权后股价。 这个配股率就是股票股利除以股票面额, 而股票面额通常为10元。 举例上一个例子来说, 如果台积电改发10元的股票股利, 则拥有一股的股东会再拿到一股台积电的股票, 而除权后的股票价格则会变为500, 除以一加上配股率的10除以10, 等于250元。 除权席注意事项, 融券回补。 在除权席时, 会有一个时间段称为股票停止过户日期, 主要是这样可以准确计算出参与除权席的股东名单, 而且在过户日前, 所有融券都必须强制回补, 因为融券不属于真正的持有股票, 而是借来的, 无法参与除权, 而融资则是借钱买进股票, 可以参与除权席。 详细的融券介绍可以点右上角连结, 之前有做过一支关于融券的影片。 现金鼓励与股票鼓励来源。 前面有提到鼓励的发放, 是以当年度公司赚的多寡决定, 但是为什么有时候会出现公司赚五毛给一块的情况呢? 其实公司配发股利的资金来源主要可以分成三种, 分别是, 一,保留银鱼, 指的是公司历年累积下来的未分配银鱼, 二,法定银鱼公鸡, 根据公司法规定, 公司缴完税后, 分派银鱼前, 应先提出10%为法定银鱼公鸡, 最主要的来源为股本溢价, 也就是公司以超过股票面额的价格发行股票, 从投资人身上拿到的超额资金, 其他还有资产重估价值, 处分固定资产收益等等也会被列入资本攻击。 相较于单纯从殖利率高低来判断某档标的是否适合投资, 在了解股利的配发状况, 当年度盈余状况, 并搭配公司历史的股利配发政策及公司的基本面状况后, 就可以判断公司当年度的股利政策是否合理, 以及公司目前的殖利率水平是否适合投资等等。 而透过这些分析, 能够协助投资人做出更全面且合理的投资决策。 这里要提醒大家, 股票与现金股利的多寡不一定跟股价有关联性, 也有许多公布出全息配息给股东配很大的股票, 结果股价走势完全相反。 总体而言, 除全息通常会对台湾上市贵公司的股价产生影响, 但这种影响的具体方式取决于许多因素, 包括市场环境, 公司的财务表现和投资者的心理状态。 大家千万不能只依靠除全息的多寡就出手买卖股票。 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按赞分享给亲朋好友, 想知道更多内容或是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